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丘梨放到油锅中 给它炸一炸 出锅就是一道招牌菜 重庆有一位老师傅 就靠这道菜一年时间 买了三套房 总上了人生巅峰 一起跟着视频 看看怎么制作的吧 烹子中打入两枚鸡蛋 加入两勺的淀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成酸仔状 搅拌成这种酸仔状 就可以了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把清洗干净的梨 给它去皮 去完皮的梨 给它切成四分 把梨糊给它去掉 从中间给它一方五分 切成这么大的块 切好的梨糊 放入刚才调好的汁中 再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全部裹上我们调好的料汁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碗里边 加入一些面包糠 把锅满料汁的笔 放到面包糠中 给它全部裹满面包糠 再放到盘子中 锅里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然后把我们的油 给它加热到三到四成热 用筷子放入到油锅中 凶速的冒气泡 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一个一个的放入到油锅里边 刚下进去的时候不要动 先让它定个形 开始定型以后 再用筷子给它拨动一下 把它们在油锅中 炸到金黄 分享是一种美德 点赞是一种感恩 在这里呢 谢谢 那些漂亮又帅气 健康又美丽的家人们 点赞 金黄以后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油温 再次给它加热到八成热 八成热以后 我们把它们在下入的油锅中 复炸一次 这样呢 吃的更加的酥脆 放多久 也不会回软 炸的时间不要太久 10到15秒即可 热以后 捞出来 控干油分 倒入到盘子中 炸好的梨 金灿灿的 哇 看着就有食欲 表皮吃起来 非常的酥脆 不离吃起来 有香甜 软糯 不管是男女老少 大人小孩 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点击我的头像 能查看更多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